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进五球 助攻一次 那时候 黄子昌才21岁 此后 2019赛季 黄子昌仅出场六次 零进球零助攻 2020赛季 黄子昌出场13次 零进球零助攻 2021赛季 黄子昌在武汉队稍有回暖 打进三球 助攻三次 黄子昌不仅进步缓慢 职业生涯也不容易 本来在江苏队踢得好好的 拿了2020赛季中超冠军 但江苏队不完了 解散了 后来 黄子昌自由身加盟武汉队 现在 武汉队情况不乐观 在社交媒体上 黄子昌写道 一直在相信 但承诺从未兑现 我们也只是想拿到我们应得的工资和奖金 事实上 在浩俊敏发声之后 武汉队很多球员都发声了 看来 武汉队情况真的很艰难 毕竟 黎铁也曾被欠薪 但黎铁后来成为了国足主帅 足协出马 帮黎铁讨薪成功 现在 球员们集体逼宫 不知道武汉队会如何处理 值得一提的是 李肖鹏上赛季中途从武汉队去到国足 不知道 李肖鹏有没有被武汉队欠薪 上赛季 武汉队在中超联赛中表现糟糕 22轮比赛仅赢三场 最终排名倒数第三 宝吉成功